这是昨天晚上发酵的面团 到今天早上已经发酵好了 这面团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还得再和一下面 这面团其实是年前包饺子的时候 剩的冻冻下来的面团 我昨天一天先给它化冻 晚上的时候加了一些酵母 再重新揉了以后 我们夜里的温度比较低 十几度吧 它发酵了一整个晚上 现在发的很好 让它先睡会觉 决定轻松一点 用那个小面包机来和这个面 一分为二 加一点点面粉 我再放一点白糖 让它去工作了 我去吃点早餐 我也要去做 你继续的小面包 那儿 我让它做一下 我去做一下 这些砂糖 我去做一下 我去做一下 这是我揉第一个馒头面团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其实每一个我都揉了100下左右 它在揉的过程当中手感会发生变化 揉到80下左右的时候 那个面皮外面就会出现一种小气泡 基本上到那个时候这个面团就可以了 我今天这个面团呢湿度有点大 如果要做那种就是有点像高装馒头那种口感的话呢 在这一步可以多加一点白面粉进去 那就再揉的充分一点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響鐘 现在这个就是我做整个一个馒头面团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待会我们再接着做下一个 这是揉到80次左右的时候 那个小气泡就会出现了 其实揉到后面会有这种 小面皮的气泡 你会感到接受就可以了 就这样 我一般防止这个馒头包子粘连 都是抹点油直接抹在上面 就比较方便 我先接点热水在锅里面 这个馒头还给它发酵一会儿 接点这个热水 就让它发酵的温度 这热水就烤四十多度吧 粘连五十度里面 好大大小的小 已经有的鱼 它已经在发酵了 现在还有这个 我放在阳光底下面 这里温度高一点 放一会儿 这都已经发开一些了 准备拿去蒸了 好半天了 应该可以了 这个馒头就是关火以后 不能开盖 要过几分钟再开盖 开盖像抽盲盒一样 也许 就不知道里面打开来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说真的馒头挺难做的 准备开盖了 觉得好紧张 还行啊 还行 哇 你看看这个弹性 很好啊 成功 哈哈哈